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咸鱼 穴子 煲 好 来看一下食材 这个是穴子 我放一点醋在水里面 给它泡 然后这边有水 然后这边有咸鱼 我今天要的咸鱼是这个 咸鱼 然后有小洋葱 蒜头 姜 然后这边是糖 黑酱油 豆瓣酱 蚝油 这是点击的葱 辣椒 然后我这边有油 糖 盐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 你看 放下 放下 没放下 这茄子切了之后泡在水里面 然后我也放一点醋进去 然后它就不会变黑 会一点点也不是说完全不会 我把这个 泡水之后拿起来 我把这个 泡水之后拿起来 我把这个 泡水之后拿起来 然后这边呢我会放 这个盐下去 糖 还有这个油 然后拿去蒸 然后拿去蒸 所以我就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了 要很鲜 我放下去蒸 5分钟就可以了 5分钟就可以了 只是给它蒸一下而已 你看 蒸一下 它的 蒸的话 它的营养没有如是 然后它没有放在 泡在水里面 所以就是蒸一下子而已 不是蒸很久 蒸5分钟就可以了 来 我把它拿起来 OK 我们现在把这个 茄子拿起来 谢谢分享 我给 给我给花 谢谢 来 大家谢谢分享 来 现在把这个油热了之后 我把这个肉碎烤下去了 来 现在把这个油热了之后 我把这个肉碎烤下去了 我先把这个肉碎烤一下 烤到这个肉碎呢 变白色 我的肉碎是五花六碎 所以它一点点的肥 一点点的肥 就是很肥 你炒的时候 它就是你那个油出来 很香的那个 然后呢 包到白色之后 我会把这个 鲜鱼放下去 烤这个鲜鱼 到这个鲜鱼的香味出来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个姜丼蒜 姜 蒜头 还有小洋葱头 都放下去 刚才在鲜 只要蒸几分钟 嗯 对 几分钟啊 然后这个豆瓣酱 豆瓣酱我放一汤子而已 这个鲜鱼不是很辣哦 一点点辣 嗯 它炒出红油 嗯 这豆瓣酱是甜的 然后这个鲜鱼也是甜的哦 等一下我们会放一点糖再去 炒香了之后 我会把这个鲜鱼放下去 嗯 它还蒸了 我晚上我们鲜鱼放下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 水要焖一下 放一点水进去 然后这样焖一下 放一点鲜鱼 好 焖多久 我们弄到它鲜鱼 有点软 五分钟这样了 OK 现在我们看一下 里面的鲜鱼差不多了 可以我们看一下锅里面 然后把这个调味料放下去 这边有蚝油 好 焖 油 地鱼 鱼 加上酱油 利用鲜鱼 放下去 鱼鱼 鱼鱼 等等它又要调色 然后这个顏色的 我喜欢它 因你去调色 然后我把它鱼鱼鱼 调色 我们把它鱼鱼鱼鱼 我们将把 我们的鲜鱼肉碎炒切丁 放在这个锅里面 你们要漂亮点,你们可以自己放啊 葱啊,辣椒炊啊,这样子这样的 点几点啊 好,OK好,谢谢大家,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今天的这个 咸鱼肉碎炒茄子成功 OK,再见,拜拜 谢谢大家